真的是 这两个搞什么呀在那儿 还说什么 喜欢我很高兴 但你们不要为我打架哦 对 就是这个笑容 自己跟自己玩不好嘛 沈桌 吓我一跳 你在这儿干吗呀 不去拍戏 我拍完了呀 一条过 恭喜啊 就这么走了啊 不想知道答案了吗 什 什么 花呢 我的花呢 我太忙了啊 下次给你 不 再说 再说 那个 彭博在那边去找他 你 你跟彭博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不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吗 我们都 那个你啊 那我傻呀 就是没有 装干了 你还要干什么吗 不要 是 她呀 好像轻然后 两个能多少 你脱了 我就告诉陆芳宁 说你不好好工作 好到我这儿来不务正义 让他扣住工资 行了 行了 一个个烦死了 都用他来威胁我 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我根本就不怕陆芳宁 那 你怕不怕我呀 你要是不说 我就当你喜欢我 嫌你了啊 不必了 行 我跟你说 彭博见你这天不开心 想要哄你 硬拉着我演这场大戏给你看 彭博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我怎么知道 太闲了 太无聊了 他喜欢你了呗 喜欢 我 对 喜欢你 他来找我帮王的时候 我还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唐萍啊 他想都没想 一口佛句话 是他就喜欢我啊 这你就不懂了 我跟你说 从心理学上来说 越是回答得快 代表他越想掩饰 这是一种连他自己 都不敢面对的一种现象 那他喜欢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那 紫杯 紫杯 你想啊 你 这么美丽 这么可爱 这么有名气的大明星 他 他 一个小小医院的小医生 他敢明目张胆说喜欢你吗 他怕因为这事 你们连朋友都做不了 甚至 可能他连你粉丝都当不了 所以他才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替你鼓励 鼓起 你没骗我 我骗你干吗呀 洪波队你怎么样 你自己看不见 感受不到呀 搞什么 你们不用谢我 自求多福吧 来来来 就这儿啊 这个地方 那个我 应该不要再突出 刚刚表现得不错呀 好吧 导演都夸你了 接下来 我终于有勇气 可以给你接谈恋爱的戏了 这人谁啊 刚才就是他 让我跟你争取了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没想到还挺有用 刚才跟我聊了几句 还挺了解你的 那是当然 不过 他是你什么人呀 好帅啊 喝点水 喝点水 刚没问题 没问题 谈恋爱的戏先放一边 我觉得你现在最好先做个预案 好好想一想 如果谈恋爱被发现的话 你该怎么做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 谈恋爱 黄伯 你在干吗 那个 我再看看剧组现场的情况 然后帮你找一些可以宣传的点 不过你放心 冰凯姐 剧组的消息我一点都不会透露的 你干什么我都放心了 我做了个决定 我允许你跟我在一起了 我说 我允许你做我男朋友了 你不认识 沈卓呢 那 沈卓呢 沈卓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他会去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情的 你不用担心他啊 我知道你 我稍微做了一把 我放心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是喜欢你呀 那不就得了 来 给我 好喜欢呀 过几天呢 就是卢芳宁的生日了 我想在家给她过个生日 想把她的朋友都请来 所以 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确定要给她过生日啊 我相信她已经走出来了 而且 我也希望这一天 能带给她不同的意义 行 你有什么意见 彭博 行 都行 什么都行 说什么呢 什么就什么都行啊 能不能认真点啊 我已经把生日会 需要准备的东西 都发到你们手机上了 看一下吧 不用看了 现场布置我来 剩下的交给这卷毛吧 我跟你说到这个地步了嘛 谁让你交卷毛的 不过凌蕊 你这是要过生日 还是要结婚啊 都差不多吧 那看来是准备了一个不小的礼物啊 那看来是准备了一个不小的礼物啊 你不会是要把自己包成礼物 送给弟妹吧 我想在生日会的时候 向她求婚 毕竟上一次是她主动的 这也可以算是一个 生日的惊喜吧 你总算开窍吧 这都多少年了 我跟你说这次弟妹 你绝对哭晕在你怀里了 方宁怎么会哭呢 不懂瞎说 我告诉你啊 方宁她最多最多只会说 我 会把过去 现在 未来 赚的所有的钱 都给你 她真的会喜欢吗 当然喜欢 你在这儿担心什么呢 哪有女的不喜欢惊喜 我只是有一丝不太好的经历 我只是有一丝不太好的经历 难免有些阴影 不用有阴影 你听我呢 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什么也不需要 配合一下 看好啊 直接走过去 拢住她的腰 我这腰是你拦得住的 我告诉你啊 我这腰可伤过 你给我推伤 我就去医院找你 你怎么还赖上我了 是不是啊 你坐下来好好说 都有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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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接着说 就是跑过去 搂住她的腰术 方宁 嫁给我吧 答应我 我没有第二个选择 完美 这功力绝对高啊 大哥 你这是从网络小说里面 看到的吧 你这办法 还是留在你求婚的时候用吧 我就算了 在我求婚 那就没成功率太低了 你看你这人 你知道成功率低 你还把这种招让她用 我跟你说 凌瑞 爱情你就得热闹 就得浪漫 就得所有人一起 见证你们的婚礼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你让所有来的人 举一样的灯牌 喊一样的口号 所有人一起 见证你们的爱情 你这不也是小说桥段吗 弄得跟粉丝见面会一样 我这粉丝见面会怎么了 我跟你说 这招我试我特别方便 你试什么试试试试 你一个人拿着牌子举来举 就傻不傻呀 你还好意思说我是不是 就我傻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这儿还霸道总在哪 霸道总在哪 这这 七装领带 你穿这样你还有脸出了你 这 我这是时尚 你都没人担心 休闲户 你别听她的 你就听我 我跟你说别搭理搭头 我说的才对 就在里边担心 干什么 动手动脚是不是 你试试 就要等你打车了 你试试 坐